第一項要注意的就是換把 食指和手指是要同步去動的 不可以移動的時候 兩個移動的幅度不一樣 或者移動的幅度不一樣 不可以這樣或者這樣 手指和食指同步 不要這樣 同步 你這個動作是要很順的 很暢順的 如果你發覺 你要比較用力的話 當然是太緊了 其實我講的都是很顯淺的道理 但是我覺得都需要在這裡提一提 有些人會說我索性 我索性手指弓這樣 很順 我們不可以這樣換把 因為太自由了 你的手指和食指 是輕輕夾著琴 這樣去換的 因為如果我們記得 我們學琴 其實很注重那個感覺 有左手手指的感覺 有右手握手的感覺 有換把的感覺 有甲琴姿勢的感覺 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感覺 你為了很容易去換把 你就刻意去避開這個感覺 其實是不對的 第三就是換把的動作 並不是由手腕發力 有些人在換把的時候 會這樣 這樣 或者換下去的時候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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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鬆了 還有那些力 看得出是在手腕裏做出來的 這個是換把的大忌 那你會問 應該怎樣做才對呢 我想大家換把的時候 試想那些力 是在你的手背 當自己用手背去推出去 然後呢 再修好進去 其實有些少少像 我們學 猶言這樣 好像敲門那樣的動作 敲門的時候 我想你不會這樣敲吧 你不會這樣敲 你一定是這樣 只不過呢 現在我們換把的動作 就是比猶言再慢很多 但其實都是很清楚的 就是不會這樣 這樣 手腕那裏 其實是跟那個手背 應該是成一個 成一個 同一個水平 不要比手腕 我做不到 其實這些你一看 如果你可以對著鏡子 或者玻璃 或者一些反光的東西 你一看就已經知道 是很有問題的 那換把其實就是 由這裏 我當這裏是一把位 我現在不知 我現在準的 當這裏是一把位 那我移動的時候 是這樣移動 移動 大家看到是 手腕有沒有動到 沒有的 移動上移動下 移動下 第四樣東西 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負責帶動換把的手指 什麼意思呢 一般我們學換把 都是一手指開始學先 它的任務是什麼呢 一手指 譬如如果我們要 譬如我們拉這三個音 如果我們想 最後那個音 都是在A線 那裏拉 現在我們是E線 如果我們想在A線的話 那我們就要換把 1 2 3 那這個時候 負責帶動換把的是 哪個手指呢 沒錯 就是一手指 114 114 114 那這個就是一手指的任務 它要做的就是 帶手去新的把位 新的把位的音 是不是四手指穩出來的 不是四手指 四手指 它拍的工作很簡單 去到新的把位 它下來 就應該是準的 不應該是 一手指上一點點 然後四手指再找到其餘那部分 這樣呢 真的 肯定不準的 最後一件事要說呢 就是 換把的時候 留意 你那個 手指 會不會是 打開了 有些人呢 換把的時候呢 他們沒有懷疑 他們把手指 尤其是手指尾 打開了 看到手掌 跟正常拉琴一樣 我們不會這樣 去拉的 那個不好處就是 你如果 要用到四手指的時候呢 而你的手指是打開了的話 你看看距離多遠 相比起一手指 一手指很直接下去就是 但如果你的四手指是這樣 在其他地方的話呢 你要用它的時候就很不方便 很容易會不準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在換把的時候呢 給手指呢 是 離開指板的範圍 就算這樣也不好 你的手掌不應該打 你不應該看到自己的手掌 手掌應該是打側 關上的 初頭是要習慣的 我記得我一開始學琴的時候 都會經常被先生說 手掌打開了 但是 如果你多些提自己 為什麼我要手掌要關上的 為什麼尾指要關上的 就是想那個動作是直接 一下去就是 而不會打斜 那麼大動作 我們其實 到尾呢 因為要知道 拉絲對琴已經不是一樣 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我們再是 這麼順盡的話呢 那就是 很沒必要 而且音 就是會不準的 那這次跟大家講了五樣 我覺得 換把需要留意的東西 如果大家對換把 是有其他問題 歡迎在這個留言 告訴我 或者你覺得 我有哪裏是 說得不對 或者你不同意的 也都很歡迎 你是留言 告訴我 那我是葉小熙 全職的小提琴手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 多謝